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我们用香蕉和奶油奶酪来做蛋糕 做法很简单 150克低筋面粉 半茶勺泡打粉 半茶勺苏打粉 一点点盐 混合搅拌均匀 两个成熟的香蕉 用叉子压成香蕉泥 加入50克红糖 与香蕉泥混合在一起 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60克牛奶 再挤一些柠檬汁 大约1 4个柠檬 半茶勺的香草精 把所有这些材料搅拌混合在一起 再加入50克融化的黄油 再把之前准备好的面粉混合材料加入 用刮刀铲把所有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混合好的状态就是这样比较稠的一种面糊 然后我们来准备奶油奶酪 125克已经室温软化好的奶油奶酪 加入20克糖粉 先把糖粉跟奶油奶酪混合在一起 打入一个鸡蛋 再加入20克面粉 充分的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至这种丝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烤盘铺好烘焙纸 先把面糊的一半倒入到烤盘中 把这一半面糊平铺在烤盘的底部 然后倒入搅拌好的奶油奶酪馅 大致的铺开 在上面再倒上剩余的另一半面糊 用刮刀整理一下 用一根筷子在上面大致的滑几下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40到45分钟 表面金黄就可以出炉了 我们切开来看一下 松软的蛋糕中间夹着一层香甜的奶油奶酪馅 做零食做下午茶都很不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